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觉不可思议 那么官方的一个说法是说 是因为新手妈妈压力太大 也许海豚有产后忧郁 但是国际哺乳动物的研究人员 他们却认为说应该不是这样 反而认为说会不会是这个海豚妈妈 她觉得她终身都被禁锢 在整个水族馆当中 她不希望自己的小宝宝下一代 也是过得这么不自由 所以干脆结束了自己宝贝的生命 是不是真是如此 我们以前读中央子可以说 子非于安之渝之乐 那么这个故事则是说 子非于安非于之忧 它的痛苦到底在哪里 那么其实也引起了很大的讨论 那么在马尔蒂夫 应该也可以看到很多类似的个案对吗 马尔蒂夫它因为它本身的 国家的优势 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海世界 所以他们不会去 他们并没有设置水族馆 可是大家有些人又想看鱼 又不敢下水怎么办 所以他们就设了一个海底餐厅 海底餐厅 海底餐厅 所以就是像这张图片这样子 对 所以进去玻璃缸里面的是人 并不是鱼 所以鱼还是保有它正常的 大海的空间 自由自在的游动 不会让过度的灯光 因为他们晚上才开放 然后开放的时间又非常的短 就是不希望有太多的光 然后去影响到鱼本身自然的作息 所以反而是人在那边吃饭给鱼看就对了 他那间晚餐 这间菜菜是什么 对 你可以看 光看图片就可以感觉到 它的那个安静跟舒适 然后就是人坐在里头 一边享用餐点 一边来观察看那鱼 就享用在水族馆里面的感觉 但是对鱼跟对人都是比较好的 对 这个做法很可能是需要 我们好好的来讨论的 那么当然马尔蒂夫还有其他的做法 比如说观光还是需要的 因为观光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认识海洋 那么也可以得到很多相关的知识 不过在马尔蒂夫 其实它有一些观光的做法 同样是海岛国家 不过跟台湾 好像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对吗 对 比如说像这张图 是所谓的珊瑚农场 对 珊瑚 这个是我自己亲身参与 去建造而成的珊瑚农场 所以你有参与 对 就是我的小孩 我每年都好想看一下珊瑚 我长得多大 你的植物园 对 我的植物园 对 因为珊瑚其实 珊瑚是对海洋最重要的一个生态 因为大部分的鱼 是依附在珊瑚周围而生存 因为珊瑚可以提供它们 所需要的养分跟食物 所以如果珊瑚变少了 鱼就变少 相对的如果珊瑚变得更多 鱼就变得更多 因为它们有更多的生存的空间 跟养分跟食物 所以在我们在瑪迪屋潜水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就会去捡 一些废弃的珊瑚 就是已经快死掉 断掉 破碎的 然后这些珊瑚 我们就拿来做这个珊瑚农场 然后让它 因为珊瑚 当它破掉 断掉的时候 它其实并没有死亡 然后我在建 这个珊瑚农场大概花了 我们三到四个月的时间 才终于建好 是非常非常浩大的工程 然后当我们在建造了后期的时候 你已经可以明显的感觉到 很多鱼会游过来的 我听说富裕的速度 其实很缓慢 非常慢 有多慢 珊瑚一年大概长一到两公分 就这样子一年 一年的时间 所以你根本 你感觉不出来 珊瑚好像觉得好像很快长大 如果你一不小心 在潜水或浮潜的过程中 破坏掉 可能破坏掉一片珊瑚掉下来的 那一片可能就要花二三十年 才可以慢慢地长回去 所以真的不要小看 自己很多无星的动作 很可能对整个海洋 造成非常大的伤害 是 那么这个是珊瑚农场 不过我们大家都知道 你写的这本书 直接就点名说 此生必去马尔蒂夫 为什么 因为马尔蒂夫大家都知道 有灭岛的危机 那么有科学家预估说 在2050年的时候 整个马尔蒂夫 它就会沉到海底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此生必去 不过大家也知道到马尔蒂夫 想像起来就觉得是一个奢华旅游 因为觉得太贵了 应该不是一般的 这个平民老百姓 可以去负担的 但是孝珍你在书里头 也提供了一些 省钱又环保的一个玩法 对不对 因为其实在马尔蒂夫 它有非常非常多 不同类型的旅游方式 除了大家比较熟悉的那种 豪华的五星级饭店 住水屋 然后动辄数十万 其实它还有另外就是 当地像台湾这样子有民宿 也有民宿 民宿的话当然价格就相对便宜 非常多 在台湾就可以比较出 可是会不会很刻苦的 他们的民宿其实是 在我自己去住了 我觉得我非常的惊艳 就是为什么我只花这么多钱 可以住这么好的地方 真的 因为他们民宿的业者大部分是从 之前在度假村工作过 然后可能退休回家创业 所以他们对居住房间的要求 相对其实是非常高的 也是专业的标准 因为他们就习惯在那种 比较高级的地方 他们就觉得房间就是应该要怎样 就是才会像是一个房间 给客人的房间 我记得我进去住民宿的时候 我门一打开 当时我在五星级的饭店工作的 我一打开我民宿的门的时候 我就觉得 那跟我饭店的房间差不多 真的 在五星级的饭店的话 1000块美金起跳一个晚上 那如果民宿呢 民宿大概也不用100 差这么多 当时我去的时候还是淡季 所以我才50块美金就住一个晚上 然后还包吃包住 是 对 非常的划算 可是住是一回事 当然像我去帛琉的时候 我就是拿一本书 那边享受那个 享受那个沙滩 然后享受那个房间的氛围 但是很多人是想要去 扶田 去玩水的 那住民宿的话 会不会影响到这一块 其实不会 因为马蒂夫就是 它本身的海是同一片海 所以其实很多是民宿 是在度假中的隔壁的 所以你享受到的娱乐 水下的风景是一模一样的 可能你们去的无人岛 野餐的无人岛 都是还是同一个 所以你住民宿并不会影响你 说会不会看得比较少 你还是看得到金山 还是看得到海龟 你还是看得到很多很多的小丑鱼 不过比较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找到 像您这样子专业的鲜水教练 来教导比较重要 好 那么再者就是 很多人喜欢到海的地方去玩 很重要就是因为可以看到那些美景 看到美景之后很想把它记录下来 我们知道萧珍你也是海底摄影的 一个专家跟爱好者 那么今天是不是也教我们几招好不好 今天你也带了一些你的配备 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些就是我自己所使用的 使用到的相机 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从这个是我们常常见到的 一般的防水的相机 然后如果你想要再更进阶的话 它这个是有点像傻瓜相机 对 这非常非常简单的操作 就是初学者都可以入手的 你第一次拿相机 你都可以拍出好照片 真的吗 这个就是比较进阶的 但如果你想要进阶 可能潜水深度比较深 或是你想要追求比较好的深地方的话 你可以加一个防水壳 就可以下得比较深一点点 是不是就可以拍出这样子可爱的照片 对 你看这个Nemo 对 小丑鱼 很可爱 太喜欢这张照片了 太可爱了 探出头来 露出一点点 然后里面在那边游动游动 很可爱 害羞 不过我刚刚的疑论就是 用傻瓜相机真的能够拍出好照片吗 可以 其实跟大家看一下这个照片 你觉得这个相机 这样的照片需要什么样的相机才拍得出来 我想一定是这个吧 这个 不是 其实它反而是最简单的 这一台拍得出来的 真的吗 就这样子 可是鱼群速度其实很快 鱼群是非常快的 你跟不上的 是啊 你怎么 我们这样 分力的游都追不上的 可是它还是可以拍出这样子的好照片 对 其实相机的 相机本身的价钱 或者是它本身的器材的高级 或者是专业或非专业的相机 就是怎么样去使用 如何去使用这台相机 发挥它的优势就可以了 是 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照片 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 比如说像这样子的照片 就有点失败的照片是不是 其实这是我常常 客人会拍出来的样子 他们常常能够 就是比如说我也拿同一台相机 他也拿同一台相机 对 我们上按之后 他就看着我的照片想说 我们是用同台相机吗 对 为什么会这样 对 因为像这样子就是 是在水下其实不建议使用闪光灯的 所以他用了闪光灯是吗 用了闪光灯就变成雪花灶 OK 所以有一些技巧还是要注意的 有一些技巧 而且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技巧 然后你就可以完全改变 你相机的照片的效果 不要用闪光灯 尽量不要用闪光灯 而且其实闪光灯对鱼也不好 对 会惊吓到 对 惊吓到它们 然后你自己的照片 也是变成雪世界 好 夏真 非常谢谢你今天来我们节目 最后是不是很简单的 再告诉我们 你这几年担任潜水教练 接近大海 那么给大家一些 真的出自内心的中固 如何保护我们的海洋 让它美丽 但不要哀愁 对海洋的知识 其实我们都很缺乏 我们并不知道 其实鲨鱼是不会咬人的 对 对 我们只知道 很多的迷思 很多的迷思 你会觉得好像 海就是一个危险的地方 会把你卷走 然后海洋生物很危险 其实都不是 海洋生物是非常非常温柔的 它们看到你 就跟你这样走过去一样 它并不会特别对你做攻击 或靠近 它就是很自然的生活在内 其实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 是 当我们用自然的心态 去面对大自然的时候 其实你才会发现 原来大自然是这么的亲近我们 是 没错 尤其很重要一点 就是我们对大自然 要保持一个敬畏之心 对 我们可以去亲近它 但是千万要记得 不要去破坏它 对 今天非常谢谢Vanisa 海岸自投罗网 渔民们几乎抓到手软 每年四五月份 超过三千对野生鲑鱼 就会到澳洲西南部 帕里海岸繁衍 数量庞大 确实发人问津 我正在海岸在海岸的 正在推荐我们 地域的 保持一个 保持一个 美国的鲜鱼 原来澳洲人 习惯食用塔斯马尼亚的 養殖鲑鱼 相较之下 怕离海岸的野生鲑鱼 腥味比较重 澳洲厨师不善料理 因此不管在餐厅或是市场 都不受青睐 捕获量从三千噸 銳减到只剩三百噸 导致野生鲑鱼泛滥成灾 甚至以一公斤十五块钱 建价出售 当作龙虾饲料 类似的情况 也在丹麦上演 我們有約五百公斤的鲜鱼 而這只有十多地方 在河地域 你能找鲜鱼 丹麦海岸生蠔泛滥 政府国益大交道海边 采集生蠔 带回家煎煮烹炸 民眾却是兴趣缺缺 甘麦住大陸使館 只好請大陸人來幫幫忙 網友笑稱 只要搭配航空公司 或是下單宅配 大陸人一出手 保證五年內 絕對幫忙消滅光 大陸人一出手 不可欠